新一集的輝貨本地波又跟大家見面 幾位拍檔,我們今集終於齊人了 阿樂天磊,不是,阿房忠惟終於回來了 房忠術,終於回來了 收貴的要齊人,收貴的要齊人 沒錯,這一集有很多事情說,我們就快點進入整體 首先就說我們這季的最後一場比賽,雖然都過了很久 其實不過了不過了幾個星期,就是說青鷹杯 終於定到冠軍,南區終於打破錦標坊 給阿謙來個完美的謝幕,2比0贏了這個沒有了曉明的李文 其實那場球我有入場看的 那場球其實南區是贏得應該的 不過南區就踢回自己的球 但我覺得有件事都挺感慨的 就是當李文沒有了艾華頓之後,什麼都不是 踢下來都不知道做什麼事情 你說他們聯賽失敗了,公區一季欠了半部 拿不到冠軍 那你是不是也要拿回一個美賽 給老闆一個好交代呢 但是那場球,我自己的現場看 整隊球就踢得好像沒有心機贏 可能一個遺憾不是完美的,要遺憾到尾才叫完美 有什麼可憐得過拿一個亞軍呢,就是兩個亞軍 讓我想起,那時候01到02球季,曾經球壇三亞王 菲馬 不是,歐洲球隊來的,李華古賽 李華古賽 然後又說是波麗克爾拉米 之前的說法 菲馬當然也是,都是曉明 香港李華古信 剛才輝輝說不知踢什麼 其實那場比賽都頗一無是處 還有比賽兩邊的戰情 或者是比賽的技術內容 細緻都不頗可觀 我講得很悶 其實就是杯如其名 比較膠著的精液杯 還有這場球 令我想起上一個星期 就是傑子獲得竹種杯那一次 其實兩場的決賽都受了天氣的影響 傑子那場就落完大雨 濕地滑 據稱就是影響流浪的表現 令祖蓮奴都好像踢得黏了 但這場球是反過來的,另一方面就熱得很糟 其實那天我就在群組裡跟大家拍檔說 他那時候的溫度是31至32 但他的體感起碼是36-7 其實踢下來,無論是看球和踢球是辛苦的 對李文的影響也挺大 這場勝球 取決於史琳彭麗娜 兩個入球 肥磅很有捧這個杯的命 上一次李文拿這個精液杯的時候 肥磅就是其中一個人 那又是送別阿謙之外,也送別Ricky 這個才後才知道 這個才後才知道 Ricky下國又轉換崗位 不是離開南區,但又轉換崗位 我覺得陳文進說得很棒 誰都好 最重要是全都給我 即是說有人沒有全都給他 其實我很記得當時那群記者圍著Wiki 他們第一句說 剛剛講完世界盃 然後整群記者在笑 意思是說 你講世界盃講得很累 你就早響 幾個月前 世界盃 不是現在 我休息了幾個月 即是他累到現在都還沒累 那真的不太適合再做這個崗位 休息到現在 所以也是那個問題 之前也探討過 作為現役的積球員 其實在世界各地 我不同意 即是你看外國很多都是退休的積球員 才會講球 除了非爾中斯 除了你 你可以講球也可以看球 非爾中斯是講球的嗎 非爾中斯做過一場客串潘迪 不過他也沒有踢球 不過他的性質是不同的 他是所謂的嘉賓 但是你現在是說全職廣播 還要是耕底的 還有Wiki在Lauu這段時間是挺主力的 出勤率也挺高的 對 很多時候都看到他 即是不要再找那些什麼 找食是重要的那些 你就針武兩頭利 如與紅掌就不能兩樣東西都見得 其實你一定要有些犧牲 所以陳文章也說中有話 但是他所帶出來的信息 都公道的 即作為一個老闆 你也想你的伙計全心全意 其實上個星期 我和Wingo兩個做節目的時候 都透露到譚拔士有一點風 雖然記者很多人都知道 但因為球會沒有公佈 其實大家猜那個也有很大機會 沒有教過區隊 又沒有教過區隊 已經少了很多人 總之就是大家很熟悉的球員 其實也有人猜出來 跟Ricky是相反的 Ricky是黑漆漆的 那個教練就不是 狗品芝麻官 白臉 其實我覺得對於南區來說 或者對Ricky來說 也有一個挺圓滿的一件事 拿回杯子 拿回美賽 又送給阿謙 阿謙也很感動 感動 我看到他也抱著Ricky 每個人都搶著杯子來拍照 我就很奇怪 是不是只是截止球迷才可以衝到球場 我其實沒有看到有些南區球迷衝到球場 你試試進風 如果贏到杯賽 或者拿聯賽冠軍 有你拿跑 只有你一個下去 那你很懶惰 當然了 要進風拿到錦標 也不知道是多少若干年後的事 還有很難的 賽後最搞笑 你看那些五人賽 賽後最搞笑的一件事就是 南區的獎杯巡遊 搭掉了幾次 這件事真的值得跟大家討論 這件事就是 那些讚好留言分享 比南區得到冠軍 對啊 冠軍是不是沒有車 調不出來 有沒有搞錯 他聲稱自己是一個運輸工具的前列 剛剛才這麼多的大巴 阿瑞哥你說其他球會都算了 但那隊灌中南區 你說沒有這個資源 要這樣運送獎杯 挺好笑的 除非你告訴我 是刻意有心安排 駁你這張照片 要流出市面 製造話題 是的 製造話題 那我家裡我沒有說 否則呢 我現在調回認真的狀態 大哥真是很醜 你贏冠軍錦標 還要到歷史都要 他升上頂級聯賽之後 第一個冠軍 應該是真而重之 而且你都應該 沒有試過沒有經驗 可能是賽前沒有預約 不過大家又不要覺得這麼驚訝 因為你想想在黑社會一裡面 龍頭棍都是坐火車回到大陸 這樣才是秘密 阿房很喜歡代入角色 其實我也代入過職員角色去 嘗試想過 為什麼很重啊 可能就是文進又說 你拿我杯回去拿辦公室吧 然後他又沒有說他 你究竟用什麼方法回答 老闆又沒有給定的士錢 老闆又沒有告訴你 然後球員又說 幫球員省錢 我自己坐巴士 我不坐的士 但是最重要就是 可能大部分的南區球員 根本都不是住在南區 那他也沒理由叫球員拿 就算球員有錢 就回到自己家 還有賽後的人說 冠中你做巴士 沒有理由巴士都沒有 其實是有的 我見是有出到巴士 去接載球員去離開 而他們的球員 放個杯也沒有位 在IG上面也有拍到片 在巴士上面唱歌 慶祝了 所以其實接送球員是有的 不知為何那杯就沒有去到 這些就是不會 留下一個 剛才我聽到Billy 他剛才說是代入角色 對 我說反過來如果我代入 我是球迷 如果我坐地鐵的時候 我看到那傢伙拿著那個聲音 搶杯 那我怎麼做呢 我可以借杯來拍照嗎 不是 還有拍照 有幾件事 另一件事就是 演戲也做得比較好看 雖然我也相信在地鐵上面的街坊 就未必很認得那個是甚麼杯 很多人都不知道是甚麼 可能都是普通的 隨便業餘聯賽 贏了 突然有個獎杯 有人拿去拜山 是的 不知道是甚麼 但是你的衣著 你已經代表了 那你一定認得 多數人都認得到你的標誌 就算你不知道那個杯 你也知道是南區職員 稍微問一問 再查一查探一下 可能已經知道是獎杯 如果坐在關外座 如果坐在關外座 那個畫面更好看 精英杯坐關外座 港足關外座 那個職員比較慘 他的曝光是比南區更厲害 他自己 即是肥彭入兩球 這麼漂亮的一球 他沒有這麼 那張照片也沒有這張照片 這期經常發生這些事 算我之後又發生 是的 為甚麼偉味這麼多這些搞事 即是算阿芳被呂圍之後 就有精英杯在地鐵上出現 這些是不是劇本來的 我覺得好事 起碼我們有話題 現在都講了五分鐘 挺好的 講一場球都沒有講 我想講一場球都沒有這麼精彩 不過講一場球 其實我想再賺一賺肥彭 在今季的表現 即是我們經常說 足球明星選歌 待會再講 但是那個投票就在十幾號截了 如果是等到精英杯先截 肥彭有沒有機會後來 居上在11人裡面贏一個席位 其實是有機會的 我們看回肥彭今季的表現 其實入了21個球 每一個杯賽都有貢獻 聯賽都入了十幾球 距離香港這麼久 在定級聯賽入球最多 不計港甲的季 最南區的功力 他到連華老去 三十幾歲才認來高峰 幫南區拿杯 其實今季他的表演 我覺得都要給他一個讚 而且在佛球方面特別是 今季是首屈一指 我數回佛球入球 他今季入過三個佛球直入的入球 是港超聯球員裡面最多 而其實那三個入球 我都很深刻印象 而且球球都射得很漂亮 我記得他唱一球 就是四強對流浪那場 那個佛球和決賽的球 差不多一模一樣 又是擺在那些位置 他真的是曲過人場那些 不是射回龍門大位那邊 接著駁你的龍門 就不封大位 他真的瞄著死角 就算你撲球月 即龍門知道你射過 那邊也撲不到那個技巧 我們這場球 講了一輪南區 恭喜他 打破錦標方向 給老闆幾個交代 雖然大家都知道 南區無論是否拿錦標 其實那個祖軍方針 也不會說拿了杯 我們就留時間 給Wingo 講一下李文 剛才我們講這個地鐵 拿著杯子那五分鐘 我給你說五分鐘李文 李文沒有五分鐘很廣 即是你五分鐘粗口 其實我又這樣說 李文今季 叫做不幸 各種不如意 只能夠寄望下季 你想想他今年經歷了 換教練 然後兩個失落 其實我想對於球迷 老闆來講也要重新想過 你投資了幾年 李文都在頂級賺了五六年 你到最後都是得過吉的 你都是四大街空的 那是不是你試過 你的信仰其實 其實也是時候應該轉 那曉明是第一個轉變 但我不知道达下年會不會繼續 我聽譚拔士說 李文下年也有多大變 變得也有多金 是 那就看看老闆怎樣方針 因為你說 我想李老闆就會繼續搞 但是你既然這樣扔錢下去 繼續搞 我覺得他有要求也很合理 看看究竟是不是達sir 第一 第二就是就算是達sir 他要帶來什麼轉變 還有應該是要帶來真的質的轉變 我想李文那種踢法 其實已經在本地被人動穿了 你想想他對中下游 都已經開始沒有了那種優勢的時候 然後球員發揮又差一點 我想大家都需要一些新衝擊 即是當南區都去尋找衝擊的時候 李文難道還想著助食山崩 沒有山崩 李文的感覺好像早幾年的東方 是 接著這場球賽的決賽對手南區 就好像幾年前的元朗 即是踢一些小拆鞋的球 兩三個快的 其實當年也是Kao 艾華頓 Johnny 那幾個 現在都入職 是 那時候是很容易 是很容易 還有剛才Ringo說 要帶來一些新的衝擊 我很同意 因為我翻查近幾季的陣容轉變 人員流失各方面 李文和晉鋒其實是講超 變動最少的球 尤其是李文的外援 即是基華尼頓 阿哥斯達 那些 都用了幾年 是的 所以是時候的約翁正如晉鋒 我也覺得有點同感 就是 當然 大家都知道艾伯賈奧 就掛掉了 還有誰 加了一些女兒 加了一些女兒 就是鎮容的面對 李文沒有你沒有女兒 所以我覺得這兩隊 一會兒我們第二節會講 就是做球櫃回顧的時候 我也覺得李文是要 要阿玉 不一定只是外援 如果他覺得華人班底是可靠的話 沒有什麼特別的問題的話 不如移動一些外援 侵入一些新血 給一些新鮮感 整隊球都是非常多 我想反而也不只是人的問題 而是他整隊球的足球理念 他的哲學是要變 即是李文用了曉明那一隻幾年 我想也很難再複製曉明 即是你用曉明波 你很難比曉明更加懂得玩曉明波 Wicky波也出現了 是的 Wicky波也出現了 終於曉明和Wicky出現了 我想夏季整個聯賽 其實面貌也很大不同 因為熟口熟面 Ricky叫做來來合合 都教了幾貴 曉明又是幾貴又轉了 舊教練又轉了 據知東方也可能會大轉 所以應該也有幾大變動 夏季也有幾多球隊 可能是港礁大執委的時候 那些人就不用怕 李文就不玩 因為據知 他的新基地 是張關澳FTC附近的新基地 都籌備得七七八八 開季前未必可以做得到 但是可能是來季季中 今年年底才有機會完成 那個基地也不少 聽說有辦公室 有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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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宿舍 應該就沒有 像流浪一樣可以 那個位置 都投資不少 聽說 舖租 裝修 都很得大 所以其實 有人說擔心 李文 四大雞胸會不會 心灰意冷 不玩 李先生 但是放心 都應該會繼續 李先生的馬 吃點草 都比你練一個月球 養馬費 我想它是其中一個 令大家最安慰的事情 即是你哪個人都可以沒有 你不要沒有李先生 還有他們在這個位置 我覺得有細心去想過 即是他們 這塊錢其實是可以 好像永逸那樣 找一塊地蓋個球場 但是 已經有FTC的配套 那他們需不需要蓋個球場 還是去蓋球場附近的配套 會比較適合一間球會多些呢 那他們選擇了後者 我也覺得是適合的 因為你看永逸的新球場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過 因為現在已經是開放使用了 有些球迷都聽說去過Tag Team 那個位置是 坐的士的士路 都不會去 都不肯去那些地方 氣屍那些 在水塘做什麼 還有在那個水庫頂那裡 你要擺一些設施 甚至一個洗澡的地方 都是沒有的 在這些情況之下 附近為什麼有山溪水可以去洗澡 所以想要練球 就依附FTC 才繼續 去增強附近的配套 去照顧球員 我覺得這個策略是都成功的 還有繼續著重他們 運動科學那個放陣 是的 因為想促進加強球員 提升球員的戰鬥力 因為球場 還不是急需 還不是迫切 所以 對的 至於這場決賽 其實成敗論英雄 因為我們記得在聯賽 最後幾個星期 兩三星期 我們還不是說 南區突然做什麼倒退 會不會就是 吵力 吵力 吵氣 流力 拼一劑 希望獲得第一個頂級聯賽的錦標 結果 成功了 叫做獲得錦標 所以都送給了幾個功臣 現在事後看回 OK 南區你拼這一局 被你拼贏了 是的 我覺得很同意阿芳說這句話 如何說呢 當年你說南區是否拼得正確 是否真的有這樣的準備 不知道 但是到結果來算 就是 我寧願拿一個青銀杯 好過拿第三 為什麼呢 其實沒有人會記得 那年的聯賽第三是誰 但是一定會記得 南區打破錦標方 拿一個青銀杯 這個也是 叫做 潔志拿三冠王 也有南區粉 是第四個杯 其實是一件事 如果不是你便會更傷心 你想想 如果是潔志捧四杯 然後他四大解空 是的 他季初的時候還說 我要取得所有錦標 楊俊錦標 可能阿曉未說了 他說我要取得所有錦標 給你們 是這樣 OK 我們這場幫我講到這裡 因為正經杯都過了很久 我們講一下足球明星選舉 今集這一節的戲肉 不過在我講足球明星選舉之前 我們給你一點時間 阿黃補充 因為之前 你還沒有貼你的精選十一人 其實你本身是想貼什麼球員 我本身呢 還是你覺得結果才貼 不是 本身 因為我也有幫其他媒體 有寫我的心水最佳十一人 是的 其實我的評審準則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是挺看重五個元素的 第一件事就是上陣次數 所以其實有些半季加盟的球員 我通常很少選擇 聖宗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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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待會真的要聽Billy說 所以除非 不是說半季加盟一定不選擇 聖宗之星 聖宗之星 那些 當時有半季時間 真的表現很突出 但是其實我最後 allows 是沒有選擇的 我的立場就是 除非有極極極場應該發揮 我覺得也是極最弱不 fulfilled 不過不斷得極表現 待會我會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所以我沒有選擇聖宗之星 第二件事 就是結合球員的特性和位置 例如有些球員 是今年因為初月才獲得 第一次担當這個角色 那可能會加小分 23點就是 因為始終有港會在 以港會的規模和性質 所以我可能都會澄清某些港會的球員 或者我會把這件事列入我的考慮範圍 所以在門將方面我其實就給了廢查 第四個因素就是 是不是第一次來到港超這個聯賽 或者第一次踢頂級聯賽 或者是闊別了頂級聯賽一段時間 我入選的其中一個 我選的其中一個正正是符合這個條件 第五個因素就是對於球隊的影響力 即是有時候他未必一定會入很多球 做工很多球 反而我就想透過這些選舉 點出一些無名英雄 好 那就快說吧 門將我選廢查 多數應該是 或者也不算太多懸念 我這個要自打罪吧 我最初選了保羅 但是他脫手之後已經是 他立即跳船 他立即秒轉 是 所以我想廢查尤其是 他作為一頁如球員性質的一支球隊來說 其實操練經常都不夠人 所以很影響到防線可能有些默契 如果你有一個這麼穩定水準的門將 都是很重要的 這個我不多說了 大家看看有沒有機會 看到其他媒體 我寫也有關於他的文章 好了 後防呢 有些就快說吧 譬如馬高斯 我聽了幾位都有說 有選到 雖然他沒有入選最終的最佳11人 馬高斯放在中場 對 放在中場 但是為什麼我選馬高斯 其實他跟高素巴耶夫我想了很久 高素巴耶夫的單防能力強 但是馬高斯在我心目中 因為他在後防有這個 轎炮和長傳的能力 都是對於東方的進攻來講 第一點的發動都是很重要 基於這方面我選了他 接著就是金文灰 因為金文灰是少數在流浪中後場 我也不知道他有什麼位置是沒有踢過 加上他 龍門 龍門 是吧 加上他是流浪入球最多的後防球員 我就選了他 真的有很多功能 反而有一個我想大家都少人選 那個是李家豪 因為李家豪其實是 有兩年時間沒有踢頂級聯賽 之前有些不愈快事件發生 另外就是 他今季的角色 也是右閘中堅防守中場也踢過 也是球隊的其中一個死球專家 所以加比爾當然是突出 制空力 防守 單對單 硬正 當然是很突出 但是李家豪我覺得就是基於 剛才我說的幾件事 我就一定都要給他一個位置 但是我就放了他在右閘 因為沒有辦法 中堅我又想選金文灰 選其他中堅選擇 金文灰和馬高斯 所以我就唯有把李家豪放了他在右閘 左閘我選擇費難度 是因為他是 繼周元德之後 今季結智 上陣時間最多的後防 亦都很穩定 因為他今年都正式 由左翼變成左閘 上上落落 以及酷波真的很勞煉 很成熟 這個大家一向都知道 中場 米基爾不多說了 另外有兩個比較冷漫的人選 我選了胡俊銘和佐藏木舟 就是不冷漫 因為我覺得他們都是屬於陣中的一些無名英雄 尤其是胡俊銘其實是 我覺得他今季有些重生 就是 他是繼16到17球季之後 他今季是上陣時間最多的一季 當然 東方無人 是啊 所以他個案初次其實就是 真的看得好的 俊銘 他個案初次其實只是缺席了兩場 就是典型那些 穩紮穩打 很有效率 但是又不是很起眼的防守中場 另外佐藏木舟 因為始終是冠軍的隊長 冠軍的隊長 青鷹杯 或者今季其實他自己的定位 也不是只是派在中場中 有時候是捱邊 左閘也打過 左閘也打過 反而我覺得青鷹杯說了兩句 佐藏木舟是那一場 我覺得南區是最好的 他是幫助了南區的防守 做了很多事情 是啊 至於我沒有選到有些 例如林顯廷那些 我見他 因為其實他上陣次數裡面 就是全季上陣次數裡面 有七場是後備下來 尤其是在季初 所以扣了一點點分 很少而已 季初停下賽 是啊 季初停下賽 情況跟盧君儀有點相似 我真的很想放盧君儀下去 但是沒有辦法 結果還是覺得 李家豪因為始終有兩年沒有踢定級聯賽 就多了一點點 是這件事情 就去考慮 好了 然後前線不用多說了 明家索夫 艾華頓 孫敏謙 大家都是眾人心目中的選擇 反而基爾頓 如果是4-4-2陣式的話 我就放了基爾頓下去 但是如果是4-3-3的話 我就被迫著犧牲了基爾頓 其實基爾頓當然值得入選 那最佳年青球員跟最佳教練 最佳年青球員就是 王浩進 我其實同意 因為我想我跟Billy的想法也是一樣的 就是有些球員如果是入選過 或者已經成名了好一段時間 看你成名的定義 以及把尺板放在哪裡 有些人覺得成名了一年 都已經可以不用入選 但孫敏謙不是 你大講腳 所以我就不會 Billy也是這樣看的 是啊 他就說入選過不應該再選 是啊 所以在青年球員上要改制 是的 就是拿過獎就不應該再 意思是說你好像是一個最佳新人 沒錯 每一個人只要拿一次機會 是的 你拿不到那年就沒有了 你那些什麼跑馬都是 你有些比賽 有些級別的賽事 你只要跑一次而已 是 所以你說論表現孫敏謙 吳慧謙那些 我們之前都討論過 你說論這個年齡階層的表現 非常突出 是的 那一定贏的 但是我不是要這些 這個獎 我覺得那個原意 是應該給一些 可能近一兩年 站路頭角的年輕球員 所以在最後入選這四個球員 我只可以給王浩俊 另外最佳教練 我一定不會選奴比道 我就 你說期望值 彭可sir 不是我會選 我其實反而會選東尼咖美頓 因為始終 這個是我對於港會 跪前的 預測 很低 所以他現在有中游位置 我就會選一些黑馬教練 掌了你的嘴 所以你選他 所以我選東尼咖美頓 你可以拆鞋子選 朱志光 但是我覺得 都拿了這麼多屆 而且今年是不是極之突出 其實我也是那句 是其他主要對手都削弱了 脫腳 而杰志是 他們都稍稍跌了 但是依然夠贏 夠趙 夠趙 我們聽完房說完他的心水之後 我們又看看 其實到了足球明星選舉 有什麼看 Billy現場 你又看了什麼 大家在網上 都對今年這個頒獎典禮 有不同的評論 好還是差呢 我覺得普遍都是中等 因為始終是 大家等了幾年 因為好像是三年 沒有搞實頭 沒錯 沒有搞延長的頒獎典禮 而真的回來的時候 好像比起之前的頒獎典禮 還差了一點 三年前就是大埔拿聯賽冠軍 我還記得 還跟堅Sir頂著聯賽冠軍 在那裡聊天 沒錯 沒錯 三年了 首先我說第一點的時候 第一點我覺得 那個頒獎的流程 去得太快了 以往是每班 一個位置的時候 可能會播一下候選人的精華片段 去介紹一下他 但是今年好像連那些片段都沒有 很草率地去介紹球員 就頒了幾個獎 頒了後衛 頒了中場 頒了前方 然後是球員之聲 最佳 最實歡迎球員 然後是足球先生 好像半個小時多一點 就掃了所有獎 其實他今年沒有特別多 年年都是頒了這十多個獎 好像少了 少了 沒有了足球小姐 足球小姐沒有了 最佳撲救和最佳入球沒有了 沒有了三個獎 即是在現場辦公室 那不會趕了 為甚麼呢 為甚麼呢 好像去喝酒 那條魚未上就已經送客 是的 炒散了 炒散了 我經常覺得一個頒獎禮 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 因為大家看到 譬如之前 這個是不是十大中文金庫 王浩然和應該是國子佳 他們都上了一些其他產業的頒獎典禮 我不是叫你邀請周潤發 張學友過來 因為你都不會有這樣的資源請 但是有沒有可能找一些以往的名宿 和大家分享一下一些 其他運動的運動 是的 其他運動的運動 例如 怎麼來啊 或者剛才Billy說 喂 你候選片團 找魚丸的人來頒獎 有見面 還要頒支票 或者剛才Billy說 我們看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 你都有那些電影的介紹片段 會有間場 會有表演 那你可以大可以播放東網的入球 或者那些球員相關的片段 大球的精彩評述 是的 你什麼都沒有做 是的 有沒有致敬走的那些人 是的 都可以做的 今季有幾個好得高 我們叫做對球圈有很多貢獻的球員 退役 譬如阿謙 李康廉 李康廉 不是這些精戰沙場多年 你在一個年級的班長典禮 即使沒有獎給他們 但是你 送一個老人牌給他們 對 即是長期服務長也要 對 老人牌 是的 這些可以做的地方 沒有做到 即是它不像一個表演 是的 我們茶餘飯後經常討論 現在好像附屬於一個年級的試前菜 即是好像公司的年級球 之後抽獎 是的 有沒有抽獎 是的 它之後的抽獎 好像更久 更熱鬧 要抽到更久 真的抽獎 有抽獎 因為其實是完結頒獎 就是足種的年級晚餐 頒獎 他們那些什麼夾月組的冠軍 然後就抽獎 吃飯 但是 其實當一個產業化的足球 我經常說要搞產業化 一個頂級聯賽的頒獎典禮 可不可以拆開來搞 不要黏在N New Dinner來搞 你這樣說 令我想起TVB 即是以前的台慶裏面 有什麼時抵時候的頒獎禮 現在受歡迎了 他拆了頒獎禮 獨立 勾了台慶 現在就在台慶裏面頒獎 即是你搞到球員好像 又不是很受尊重 是 下面又不僅次 然後就在上面頒獎 沒錯 拿獎的球員又不來 對不對 好像知道自己沒什麼機會 拿獎的球員又不來 又不出現 變相場面又很冷清 還有一些訪問流程呢 是的 因為訪問流程就不太講 因為可能是 他班祖媽太急 訪問做不及這些就是 後台的工作 對前面看的觀眾是不影響的 我現在說的是 對觀眾觀感的事情 或者對整個產業的一個 好發展來說 其實長遠來說 我覺得這個班祖典禮 是應該要跟N New Dinner拆開來搞 可能只是為港超聯 沒錯 即是他 不是說你再有什麼 甲乙丙組又抽獎 然後又怎樣 其實對於那個球員 穿著老闆這樣來 其實很浪費 很有奧斯卡的感覺 反而那件事更隆重 你拿獎那一刻 還有我覺得 這個班祖典禮欠的元素 就是其實是否球迷 其實都值得有一個角色呢 沒錯 因為這個班祖典禮 其實就好像捉獎自己 跟球會 就是圍圍圍的 開一個直播給你 就是黃銀大社 我覺得其實 其實如果收錢 可能是球迷都可以購買票 對 你每個球會 你就配些票給他們去購買 甚至乎我覺得 例如 今年做得很好的進風 就是那些發香區 其實你是應該做一個套餐 例如 你很相親的球迷 你買季票 然後你長長都到齊 這些餐飯是球會請你的 對 老實說就不欠在那些錢 你可以跟球員 一起去一個頒獎禮 去分享他們的喜悅 其實我覺得 你不要說那頓飯 甚至乎不應該放那頓飯 對 因為你會將 我經常很討厭把東西 放在那頓飯上 骯髒的 你經常去拿獎 你想別人做哪一項 那頓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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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你吃東西 你都可以 你的頒獎禮可以有召集 即是你旁邊有些小食 有食物 那些 那你不一定說要坐下吃一頓飯 你有沒有見過金像獎有食物 對 不過 間時無線的那些秀 很流行的 前面有些主家席 對 對 無論如何 我覺得如果要把這頓飯 我們經常說要把城市 把它的形象 產業 做得好一點 那 大哥 這些頒獎禮是真的一年一個總結 不應該是 隨便便在那頓飯 那裡搞定 可能甚至乎你的頒獎禮 可以不一定在 晚上 你可能早一點六點開始 頒獎禮到八點 然後你才移師去旁邊做那頓飯 最多你會說 預算大了 可能要租過像會展一樣 長線做到兩頓飯 那這個再說 收錢 我不會覺得沒有球迷買票 是啊 如果我是球迷我一定會付錢買 為什麼 現在球迷想去都沒有機會去 那我不要說去紅館 整個醫館 小小的那些 可能兩三千人的座位 我想你有一兩千人 其實已經好氣氛了 那我拿獎的那個人上去 起碼有人歡呼一下也差 或者要求再低一點 我想球迷你遇到三百個位置 我想有的 真的有的 你結智那裡藍浪 可能頂到五六十個 你每一個球隊幾十個球迷 怎麼都有 就是 球員的家屬 朋友 津峰 不是我在想香港U23 有的 U23才多 家屬 每一個球員 可以拿兩件 可能帶碼去買的 還有獎的多元化 我覺得其實 應該是每年去遞增 加多些獎項 沒理由越減越少 我最關心就是足球小姐 1819年增設了 為什麼只是班一季 為什麼之後沒有了 到現在完全沒有聲音 其實也沒有人看的 女子足球聯賽每年都有 今年還踢得很多 為什麼沒有呢 隊伍有持續性增加 為什麼沒有呢 雖然球迷對女子足球聯賽 不是太熟悉 未必懂得投票 但是初期可以是 球員裏面互相推算出來 都可以的 一個獎是令更多人認識 那個球員去推廣一個聯賽 為什麼會剪掉這個獎項呢 最佳裁判員 我覺得這些其實是可以加 這個不是開玩笑的 因為今年我覺得公道一點說 大家球迷有時候 當然每個人都是帶老母親來吹球 但是有些球證 他吹得好 其實是大家有眼看的 那你就選擇最佳裁判員 當你說要尊重球證的時候 你都沒有機會讓別人尊重他 但是最搞笑的是什麼 球證在全部東西都是沒有角色的 但是他在球員投票那裡 待會Billy會說 球員投票那裡 原來他們是有份的 他有份總決定性的 總決定性的 我就是想來想去都想不明白 因為球證在每一場比賽 其實他們都有說過 看回球證的表現 幾可會看到比賽的內容 球員的表現 所以那多少% 35% 30% 專業評審是有四個人 有安達神 有technical director的安頓 有裁判委員會的張艷友先生 還有競賽委員會的 我忘記是誰 葉冠球 葉冠球 四個人 他們是佔35% 比率其實 三分之一 一票差不多10% 你可以想想 你的球迷投多少一票才有15% 所以他們的神聖一票 原來張先生也有 球證主觀 為什麼他可以投球員 或者其他人可以投他 其實你最佳的球證 你的球員互選也可以 其實很老實說 球員和球證是最多的 我覺得你如果球員 都是認同你的 那你這個球證是值得加獎 對球證來說 也對球證來說 有一點安慰 他如何入選最後五強 你很難有這麼多的候選人 不知道 廖sir肯定有份 直接把眼鼻 其實花絮都說得差不多 我們就說一下獎 其實我們先 我們不要太著重每一個位置 我們先說一些 大家都有爭議性 先說龍門 龍門其實就很多 我記得 我們現在連同阿房四個 其實我和阿房選擇廢茶 是 我記得 比利最初你選擇保羅 後來你就轉回 你就轉回也是廢茶 先說一聲對不起 是 Wingo是選擇了誰 Wingo是 Wingo是 沒有記錯是選擇廢茶 也是廢茶 讓我看看 Wingo是選擇 五位謙 你是選擇 Ivan 在這個投票裏 我們四個都輸了 最終得獎者就是阿輝 其實你說阿輝獲獎 是否大家會很有意義 不過今年就是因為有一個比較特別的球員 就是廢茶 令到阿輝獲獎 好像令到他沒有什麼光環 其實阿輝每年的表現都是值得獲獎 因為他是太平穩了 他的穩定性沒有出過事 是的 還有大家覺得他守得住是理所多二 他應該嘛 所以其實我之前說過 他的失球率和清潔的次數 都是最高三以來的 所以其實他拿這個獎不是有問題的 只不過是在觀感上面 大家廢茶 就是可惜 就是覺得這樣廢茶 今年也拿不到 他哪有可能還有一個這樣的龍門 是可以拿到的呢 也是那句 其實那個倒掛是錦上添花的 就是那個對晉鋒的倒掛日報 是錦上添花的 但是整個季 無論是他作為門將把關的穩健感 還是本身的人的歐陸的台形 都是很令大家信服 而且今季是廢茶 第一次在港超擔任正選的一季 有這麼穩定的表現 其實就算你說選保羅 選葉鴻輝 選五位卿 我覺得全部三個都是可以接受 不是說有極多爭議的選擇 但是廢茶也是那句 因為本身的期望值不高 我自己的期望值不高 或者季前有誰會廢茶 上季其實廢茶有踢 不過他是上場 上季只有兩次正選 就好像在港超來說 但是今季不同 今季真的突然間 好像一個人升了一個級別 所以我真的選擇他 龍門這裡到最尾 當然阿輝獲得獎不會人虛 大家只不過覺得沒有什麼驚喜 我想其實阿輝在很多人心目中 是最佳龍門的 這是一定的 不過值得一提 可以跟大家說說得票率 好吧 因為其實當晚結束的時候 問竹總拿回得票率 是沒有的 竹總的答案是沒有的 但是第二天突然又拋出來 不知道他沒有人做還是怎樣 總之現在我們手上有得票率 其實阿輝的得票率是47.27的分數 我不知道他所謂的得分是否就是百分數 其實我理解是百分數 是的 40.27的百分數 在三個龍門裡 也算是剛剛好 在三個龍門裡 阿輝、艾利奧和金文灰 其實這四個獲獎的得獎者 跟我之前在後衛選過 我捉了他的心思 和我的想法有少許相近 就是他也是選擇那一隊球隊 最好的人 這四個球員在他四隊球隊裡面 的確是最穩定的人 到底這四個獲獎 我覺得這四個獲獎 沒有什麼意義 尤其是金文灰 我想很多拍檔都有提示 金文灰就是唯獨是我沒有提示 幾位拍檔都有提示金文灰 證明他都是你們的心水之選 潔仔我都有選擇 潔仔就是比里也有選擇 我跟比里也有選擇 我跟比里也有選擇 加比里我也有選擇 加比里我也有選擇 我中了兩條票 加比里剛才我們講大埔的時候也有講過 都是突出的 但是我選了李嘉豪 但是徐宏傑那裡可能是比較多爭議 Ringo 大家還要 徐宏傑那裡我想 叫班員的獎 這幾天在不同的球迷群中 都很大迴響 因為今年潔仔的爭議性相當大 第一就是他在球場上面的 操野動作多一些 對 他是MMA 每個人都說MMA 現在不如選戰輝 所以我這個也是理解的 老實說 我自己也在不同的節目 不同的集數 都有批評過徐宏傑今年的打法 不應該這樣 不需要這樣 你如果打到這樣 我又不見你李文很好成績 所以這個爭議比較大 也令到很多人奇怪 因為一出來三強 竟然有他的分數的時候 大家已經已經打了嘴 到最後 得分率 是否會更驚訝 Billy 是的 我們看看得票率 叫得分 徐宏傑是55.98分 而加比爾是54.61分 艾利奧是36.54分 金文虎是31.94分 即是潔仔最高分 潔仔在四個後位裡面是排最高的 而在11人裡面 他是排第二位 加比爾是排第三位 所以為什麼得出來 最終香港足球先生的三甲裡面 是明家索夫、徐宏傑和加比爾 而埃華頓甚至是排在孫敏謙之下 這就是趕前鋒再說 我唯一在咪前跟Billy 一起討論的時候 因為那個評選 主教練、教練團隊那裡佔了很多 他始終是一個常規的大趕腳 沒錯 所以那裡的確是 可能在教練心目中有很高的分量 即是他一票就等於幾個百分 我們都常說 也是這樣說 那四個最大的專家 港隊就有兩票 我猜張嚴柚 即是球證主管那一票 應該不會給潔仔 另外那兩個 我就會猜另外那兩個都有給他 所以在四個後位裡面 其實潔仔是最高的票 是的 但是這樣說 我們很多時候都是說總共的 其實你最後這幾個球員獲得獎 也不會有很大的爭議 始終他幾個人在自己的球隊裡 都是值得的 都是值得的 你說李文整個後方線 那的確是潔仔踢得最好的 他踢得最多 對 踢得最多 我覺得其實大家可能在 除了MMA這一刻之外 其實潔仔在大家的心目中 他有些改變了 就是過往大家都覺得 他只是踢一些比較保守的踢法 在進攻上或者助攻上是比較少的 但是今年也很明顯 不知道是不是在李文的改變 還是安達臣的改變 其實看到他比以前 是做多了很多事情 因為除了防守之外 所以其實可能大家 在這一方面可以加到一些分 也不奇怪 那我想 不知道輝輝有沒有機會可以放回 我們四位拍檔的 這個選擇的最佳十八人 是 因為其實我看到 我上一集不在 我看到其實也有些 譬如納花靈雅 非道化 其實相對也算是冷滿一點的 心水選擇 譬如我看到飛飛 我看到飛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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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糟了 明白 開口盯著你 飛飛 我在球場有人叫我做飛飛 就是你改 是 飛飛 他有選擇非道化 其實我也有想過 因為也是那句 港會 因為其實中堅 他跟周智謙 但是周智謙上陣次數比較少 非道化 就是 在中後場 定海神針 所以我看到大家的心水選擇 都不意外 左閘 譬如我們幾個都有選擇 對 你們三個都有選擇飛蘭 我們三個都有選擇飛蘭 但是到最後 但飛蘭就最終連 最後八強都入不了 這個我有少少意外 反而羅子 反而羅子是先過飛蘭 我都拚了頭 羅子其實未到季尾 上陣機會都不算好 次數很少 其實你一個球員 在球季裏出場次數少 其實已經代表很多東西 那你是不是常規的正選出得多 才有代表性和表現值 所以其實 當然到最後 現在選了這四個 就沒有什麼意義 再說一句 因為我看到飛蘭有選周元德 他的牌序 如果照他這樣選 應該是比艾利奧 但其實我同意 因為我情願 如果兩個傑子在中堅 我都情願選周元德 比艾利奧 原因很簡單 周元德是今季的代表 即是本身 或者是在傑子 第一季 即是有這麼多出場 正選的主力球員 還有我剛才也說了一個數據 就是傑子的後防球員來講 他和飛蘭道是上陣時間 最多的兩個 那艾利奧其實 都相得多 只是踢回自己的表現而已 是 但是你說是否很突出 那些印象 艾利奧是印象分多一些 是 即是過往一些 累積了 即是他好像阿輝那樣 你頒獎給他 不會有人說有沒有搞錯 但是不會覺得是很應該 還有會不會港隊 即是教練評選那個分數又給多了 阿輪我都沒有怎樣踢 香港隊 我們經常都說 選球員的準則 就個個都不同 是 有些人就看數據 有些人看感覺 有些人看情意結 這些很個人化 踢國公民加分 最後出來的結果 是怎樣 我們都要接受 對 都是遊戲規則 還有這個準則 又不是我們定的 你看到很多時候 我們現在足種簡 跟我們文算 都差不多兩個世界 好了 我們說到中場 中場簡單 就是米基爾頓 加上林顯廷 阿輝哥 其實 雙核拿這個最佳中場 我想沒什麼人有疑 不用說 但是我們斷條飛 斷得最金 就是沒有了馬高斯 就是馬高斯 無論是中場後衛 我們四個都有選擇 馬高斯 其實在東方的表現 其實絕對是 說了很多次 我們都追了無數次 就是東方有今年的成就 基本上 還有阿羅比杜 拿得最佳教練 馬高斯都有份幫他 所以其實不選馬高斯 就有點奇怪 在最後六強裡面 除了剛才說 拿獎的三個之後 還有馬高斯 還有王威 還有穆州 還有米基爾 其實證明了冠軍隊 你中場選兩個都很合理 米基爾和基爾頓 在今年的結智 即雙核裡面 其實表現的確是非常出色 不用說 尤其是在季尾 他可以拿到三冠王 其實 最後沒有了明家索夫 又沒有了丹欣 就是靠這兩個球員 入球和助攻數字 真的都橫掃了 米基爾入球比基爾頓多 基爾頓做攻數字 好像有十九 全季加起來 兩個都是雙雙雙的 這兩個就不用怎麼說 拿獎應該 先說Fat Gaw Fat Gaw 今年真的是 一個神奇球員 是 由最貴初 在石地那裏 拿獎開始 接著是浪子回頭 接著就越踢越好 現在好像輪到季尾 我覺得今年對菲鵝來說 是一個很精彩的一年 即是大上大落 去到季尾 現在踢得這麼好 劉朗又有好成績 拿到第三 打到阿冠 他自己入選最佳11人 然後入了香港隊 希望是一個轉捏點 因為他這個 叫做球貴 其實他都成名了幾年 但是之前被人冠以壞孩子的稱號 但是今年幾樣東西 你幫球會拿到亞洲賽資格 然後自己個人的發展 又可以入到港隊 希望進一步成熟 Fat Gaw 你也有人選擇 我… 等一下 我有選Fat Gaw 你有選擇 因為Ringo 比利也沒有 是嗎 我就是斷了馬高斯的票 不是啊 Ringo 也有選擇 Ringo 也有選擇Fat Gaw 你選擇Fat Gaw 馬高斯和傻邦 對 希望Fat Gaw 真的 如他這樣想說 是 真的覺得自己 別人給機會 他是給到盡 是 要改變 就是最後機會 還有我今年也覺得 他有一件事很欣賞 就是他自然開拖後 當他搶了正選位之後 逢是有流浪的球員 再跟人上二次開拖 他圈交的 真的 還有 除了在流浪 代表流浪踢東南海盃 其他石地 那些朋友 撩你 真的要懂得說低 是 沒錯 有些我覺得都可以提一提 譬如陳曉鋒 其實我也是 另一個大埔也很想選擇的 是 無名英雄 因為其實陳曉鋒 原來今季的大埔 我沒有記錯 好像是次直射手 因為以往他都不是一個入球 或者是以中場後上入球 見稱的球員 不過我最後沒有選擇 因為他上陣次數 相對上沒有那麼多 所以我就選擇不到 但我覺得都可以提一提 是 好 接著我們就說前鋒 前鋒 前鋒 其實這三個都是大熱 中華大熱 包括了艾華頓 明家索夫 以及孫敏謙三個 其實我想在前線這三個球員 我都中了 是 這個基本上大部分都中了 我和你 我們三個都中了 Wingo特別選擇 早年勞動 王浩俊 其實Wingo都會選擇 不過他特地選擇冷門 博一個賠率高一點 其實我想早年勞 應該是第四選擇 計算這三個之後早年勞都走不來 他和史萊芬排列 但是早年勞六強沒有分 史萊芬排列太遲了 一截止才有爆發 就是猜不到 先說說得票率 好 明家索夫就69.33分 這個就是無用之意 這個就是大家 深水之選 去到七成的得票率 反而孫敏謙的53.54分 就高於艾華頓的47.39分 這個是有少少詫異 我們一直都在說 香港足球先生的支選 就是明家索夫和艾華頓之爭 為什麼艾華頓是排到第五的得票率 這個是很奇怪 就是很可能就是那個選舉制度的問題 搞到艾華頓是否得不到某些人的歡心 就在厚些大分那裡失了很多分 所以艾華頓是有少少可惜的 只是得到一個獎 前線我想神田也挺有爭議 很多球迷就XXXY也覺得 為什麼神田看得這麼有聲味 就是這三個前鋒 雖然都是很實至名歸 但是是不是都可以遇上神田呢 我就絕對不會給他威風 就不是我對於他有什麼反感 剛才我也解釋過一個原因 因為半季的表現 當然是很突出 但是還沒有去到嘩然的感覺 還有我看那些入球 其實都是集中在對某幾對 青鷹杯 對手身上入 還有那些十二碼 是的 死球 所以我沒有選擇神田無誓 真的是這樣的原因 至於你說孫敏謙和艾華頓 我看還有一件事 就是對於球隊的影響力 艾華頓對於李文的影響力 我自己覺得是遠比孫敏謙 對於東方的影響力高 但是最後可能得出來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些情感因素 就是華人球員和孫敏謙始終都是 打破了歷來華人球員 在頂級聯賽入球最多的紀錄 但是我自己覺得論表現計 就是剛才我也跟大家分享了 如果是選4-4-2陣式的話 我就前面那三叉戟 我就會放棄孫敏謙的 始終這些最佳 就不能夠以華人身份 還是外援身份去選擇 如果不是就實在是有些那個 對於影響力來說 艾華頓真的長長短 無論是衝刺 鬥跟你爆一段反擊 也會埋門 甚至其實很多 在前線那些 一些犯規或者防守 你都看到他的參與 算是積極的 好 最佳11人就講完了 最佳球員呢 最佳年青球員 得獎就是Anson 王浩俊 和孫敏兩位都是東方的球員 即是今年東方兩個小將 都可以說是正式上位 尤其是無論是大趕腳也好 在東方也好 即是爭贏了一個位 這兩個球員得獎 大家都會同意 不過我們看看最後四強 另外落選了那兩個 一個就是五位謙 一個就是潘沛 其實潘沛在這個最佳前鋒 和這個最佳年青球員 都是獲得不到獎 可能令到大家有些失望 其實潘沛今年 你說是不是很好 我也不敢說 不過其實他也挺神奇 其實今年我感覺 潘沛好像走運 即是又在適當的時候 給他一個好的位置 而且我想其實在香港隊 其實潘沛如果是 踢得好可以令到 安達神有留意他 其實安達神是否應該撥投他呢 對 但到最後選了孫銘和王浩津 還有之前我們也說過五位謙 其實五位謙也是一個大熱 我記得Wingo他選了 Wingo選了王力威和李室行 也是冷敲的 我選了我真的覺得的球員 我記得我是選了五位謙和Anson 是 我之前為何會排潘沛在後 我記得之前也解釋過 就是上陣時間 一上陣時間他不是太多 其實他入球是 時間是出現得頗好 我們說他有少少運 福祉心靈 都是 還有其中一點就是 對於球隊的影響力 他相比起五位謙和Anson 那個影響力是略然不足的 孫銘我不講的了 因為孫銘一早是 我覺得他不應該再拿青年球員 原來我說這個是上了位 他是Best Eleven 所以我為何不講他 終於他拿獎 我同意 我和Billy的心水選擇是一樣 雖然我上陣不在 我也是選五位謙和王浩俊 原因不講了 反而其實Ringo選李小行我也喜歡 不過始終可能基於進攻球員的話 他的入球和助攻數 比王浩俊少 而且老實說 港會有多少球迷經常看 有些評審是否經常看到李小行 也是問題 是我們這麼瘋狂的 所以這個最佳年青球員 跟Billy上兩集都說過很多次 是否像新人獎一樣 拿一次就算了 否則幾年你都合 假設你是十六七歲 你就拿六七年 歐維倫也好像拿過那兩次 其實是否可以改一下這個賽制呢 好 接著我們就說一下最佳教練 最後三強就是盧比杜 還有朱志剛和曾宵達 好 今天到最後獲獎就是盧比杜 這個真的輪到我 先問你們三位 因為我看你們三位都選盧比杜 對 我們中了 因為我選了東尼、咸美頓 其實盧比杜 為甚麼呢 我其實不是很理解 因為我們都是拿出來討論一下 因為盧比杜 其實東方我知道今季是 資源上是縮了皮 但是 是不是踢法取悅到你們呢 還是哪方面呢 盧比杜 上集大家都說了相類似的看法 主要是因為他拿著手牌 是開著桂來組軍 其實是一手爛牌 基本上我記得我之前說過 沒有射射 基本上甚麼都沒有 有些球迷不知道怎麼沒有射射 甚至可能是三個洞 基本上你不被人炒衣服 你也是撿到的 東方開季的時候 沒有人預計到這樣的成績 我想他所有杯菜都打進去 最後是最終四 拿著這些人 我覺得另外兩個教練 就好像在米芝蓮二星三星餐廳 廚房人煮食當然好吃 那些海鮮又漂亮 食材又新鮮 對 煮雲吞麵那些 大禮努比特開季那一刻 東方真是大排檔 因為有幾次我們都很追 包括他改造了馬高斯 前線有孫銘和Anson 加上巴道姆 這三個 基本上大家不期望有這樣的火花 但他很成功 就算後防 比如傻幫打了中堅 其實整件事 他整條骨幹都做得很漂亮 我覺得他怎樣用俊銘 我覺得是俊銘今年 之所以shopsing 其實都是盧比杜 調教得他好 因為俊銘不是未試過到處替工 但是你想想他之前在飛馬那些 都是患得患失的 右閘 今年反而在東方 真的找回他自己 可以適應到的踢方 就算是右閘的租造 本身也是俊銘的隊員 都不要 可以從東方踢到入選香港隊 其實很明顯看到 他的確是有他的一手 即是他不是拿著很好的球員 但是他踢得出來 比李志堅還好 他有些 他有些像 其實他是一個後李志堅年代的教練 他是把他剩下的東西 把他剩下的東西 剩下的東西 剩下的東西 這也是其中一個功績 洗走餘毒 聽到的感覺 還有馬熙偉 他有點像幾年前 《國家樂教》元朗的時候 你就是只有這些東西 你組成了什麼 他叫做組成兩個決賽 至少組成一個決賽 其他全部四強 都是的 你說論對球員的調教 中後場真的穩 尤其是高蘇巴耶夫和馬高斯的中堅搭檔 我都喜歡 所以我兩個 我剛才選擇最佳十八人 我都有看 另外你說有些球員提升 右邊那條線 阿力斯祖和王浩進 都突飛猛進 有很突破的進步 孫敏謙加巴 王浩進突飛猛進 就是叫做 你之前在李文的時候 我都覺得 在這個角度看也對 但是 東尼咸美頓 我回應一下Wingo 他說米芝蓮 曾肖達和朱志光 東尼咸美頓就是 在麥當勞煮自助餐 東尼咸美頓本身 簡直不是廚師 他是Part Time 炒散廚師 抹抹桌子 要來砌包 都弄成這樣 所以 二十一句 我本身季初 季前 我對港會 我是預計他們 包艇那隊 所以 排在中游 我會選擇 高過進風 其實 講到最佳教練 我給大家一些數據 其實 今年奴彼道 代表東方獲得最佳教練 在近十年 唯一一個不是冠軍隊獲得最佳教練 我看之前 包括李智堅、朱志光 就算是牛丸 都是他們那年的聯賽冠軍 對上一次 不是那年的聯賽冠軍 獲得最佳教練 已經是 2014至15年 當時奧調 或是奧迪 李智堅 OK 再之前就是 陳志康 和馮寒一文 其實練了幾年 都不是冠軍隊 但是近十年 已經沒有出現過 基本上就是 大家已經覺得 最佳教練 就是頒給那年的聯賽冠軍 那隊球隊的教練 其實今年 其實你見到 選擇到奴彼道 都令到大家都幾驚喜 值得一提 就是繼生道士之後 第二個 拿過香港足球先生的人 再拿最佳教練 就是踢而休則教 他也是繼生道士之後 反而生道士 是神禧那年 神禧那年之後 就沒有 就沒有再交過了 我希望奴彼道之後 都維持到 在教練這個位置 有繼續出色的表現 希望可以更上一層樓 奴彼道的確是有一手 你看到他的對手 奇怪 為何三強是曾超達 這個真的很不合理 因為曾超達是半途出家 曾超達是四場出家 不如給大眼 是啊 大眼也叫做大半季 不是 我給飛仔俊 如果是這樣選 不是 因為最後奴彼道的 劉浪 退出的那個是大眼 即是用大眼來代表了 飛仔俊和其他一堆教練 所以叫劉浪 包括被捕的 趙仲文 其實曾超達也可以叫做李文斯 即是他本身大半季 基本上他都不是主教練 曲胡陳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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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飾演陳曉明 不過這一節完結之前 我想說的就是時間 我們一直覺得 其實如果精英杯 剛才Billy也有說 如果精英杯決賽 見到施藝芬彭尼拿 有這樣的表現 可能再選 或者如果再選 他可能也不會選 保羅加 可能Ricky會多票一點 老實說 其實近期我留意到西甲和德甲 都是先後公佈了他們選的球季最佳11天 還有有些 他們還未頒過國人獎項 但已經選了球季最佳11天 但我就在想 有沒有必要 或者是否真的在三四 冠軍都未定 西甲和德甲 德甲 要等多一場 但是你 球季你做了整個三四周 你就定了最佳11天 我之前也說過這個問題 不合理 那是不是很闖綴 再遲些沒有人來獲獎 每個人都回到 因為這件事 放假 但是你提早公佈的得獎名單 也令到選投票 我覺得不夠公勻 你想想如果明家索夫 叫明家索夫 背了一張紅牌 然後拿到足球先生 但是我覺得這件事 其實實際上是一個污點 絕對是 那艾華頓也是 對 和一場一起拿 兩個神射手 兩個足球先生 大日本一起拿紅牌 正如有些比賽 我看到其實在八十五至八分鐘 已經選過比賽MVP 我也是不同意 你怎樣也等到那幾分鐘 如果擺一個烏龍 或者紅牌 那你是不是立刻 又打醉巴 上次廢茶也是保時入吉 那就立刻改 所以你便說不要 是否這樣 下雨後收拾 要早點回家睡覺 收工 這個都說了很多次 我們再說最後三個獎 最受歡迎 中間營的球星就是廢茶 我想也沒有什麼意義 這個是投迷選出來的 對 一千一七百一十二票 我相信廢茶 他除了很遠之外 金球倒掛 都是加分的一個主要原因 這個不需要太多說 這個實至名歸 那他最受歡迎 他應該是最佳兼職 即是他兼職都做到最受歡迎 有些人在賽後 之後就說 廢茶都拿到 你的職業球員 要檢討一下 但這個獎 其實我想說 不是頒給一個出色表現的獎 是頒給你最受歡迎 最有 認可 球迷的 那些叫什麼 認同 球迷感 受歡迎程度 有些聲味 即是我們經常說 你看職策那些 最受歡迎藍歌手 都不是唱得最好 有一年就是古天樂 即是好看觀眾緣 所以你看到這個最後三強 都是神田 廢茶 和明家索夫 都很合理 好像神田是差一點點 就是差得不多票 我覺得這個獎 都很合理 都很討好 你說最後雙冠軍 我覺得很合理 就算三個都拿了 明家索夫也很有聲味 是 廢茶是不是英國的人口多 英國的朋友多 有多少不選他 不是的 他是CEO 叫完你試試 他好像是小公司 是嗎 好像十幾個 一些 另外一個就是 球員之聲 大家也挺意外 就是 防國隊的Philip 這個挺搞笑 他是半季 這個真的很搞笑 但這個是球員選 你只能夠說 陳兆君 的確是這個球員 人緣是好的 很多朋友 世界仔 大家都知道 你說論表現 還要論半季參考時間 的基數又不是多 所以這個獎 就反而是 類似中生成就獎 那些額外 還是那些獎項 金針獎 還有我們賽後看回 我不是說Philip 不值得獎項 當然他獎項 在球員心目中 他也是一個 可能有影響力 或者他在球場上面 是很提供隊友的一些人 但是 看回那個得票 30票 他那個 寫那個 拿獎那個 最終票數有30票 只有30個人投他 我們看回那個選舉制度 就是 每一個註冊的 港超聯球員 都可以投一票 我們 那條數 譬如每一隊有 至少23個球員 這隊有230票 230票 只有30票 只有30票是投他 都得到冠軍 其餘的200票去哪 是不是有很多 是棄權票 其實我很想知道 投票率 究竟有多少個球員投了票 其他呢 除了Philip 沒有公佈的 只是公佈獎的 沒錯 譬如他三強裏面 還有廢查 其實這個 那個透明度 是不是要再高一點點 沒有獎的人 都讓人知道 他究竟有多少票 譬如我們看NBA MVP選舉 你即使拿一個 拿一票是第三輪票 都是有 看得上 他是有票的 有人投他 即使他是 同意的 只有一分 都可以 有人投他 都可以看回 但是不是不一定 好像有一個 硬性規定 你可以不投 那是沒有意思的 沒有意思的 所以我想到最後 他真的應該是 Philip 因為本地球員朋友 多 那你叫最多 朋友的球員獎 我們一邊說 是不是 每個人投回自己 每個人投回自己 所以這個叫什麼 球員之星的獎項 對 老實說 如果你問我 明年不如改為 終身成就獎 或者頒給一些 球員的前輩 或者一些相關 類似金針獎 等於 波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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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角色 所以就好 還有一些 投票率 都不知道有多少 球員的獎項 我想 你說班 並無不可 但可能 要 講一下 其實 玩法是怎樣 或者刺激一下 我真的覺得 不是很多票 可能到最後 加起來 幾十個人投票 我們代入角色 如果你是其中一個球員 你可能說 我選一個叫球員之星 我會想 那一年 誰最好球 是不是應該這樣想 就不是說 我跟他有幾個朋友 或者球場上 誰最君子 應該是很主觀 都是很主觀 球員主觀的東西 因為我印象中 例如去年 就是 丹欣獲了這幾個獎 那之前 菲蘭道也拿過 菲蘭道也拿過 菲蘭道也試過 然後還有就是 查理史葛拿過 其實都是在球員的心目中 我覺得這個人 比如我對他 我覺得他很厲害 厲害到瘋了 即是說服到我的 即使擊敗我 都可以說服我的 是的 或者是否很多朋友 人緣好 或者是球品好 那樣 除了自己的球隊 隊友之外 對手都覺得你 好球品 很好 即是Philip 是的 因為你進鋒也沒有30個球員 是的 不是 也有 那我不相信 整隊球員都投了菲蘭一個 對不對 還有其他球隊 即是30票 真是令人奇怪 拘捕球 即是究竟是甚麼機制 如果我是球員 我聽到 原來30票可以拿到球員錢 下年我就跟朋友說定 是的 好像有 獎金多少錢 一萬元 這樣就有一筆東西了 你看著魚丸 找你喝東西 不是開玩笑 我們不可以做這些 OK 最後講足球先生 最後就是明加索夫 大義當選 這個就沒有甚麼意義 沒有甚麼懸念 其實大家都在這個三強裡面 其實跟他爭的那個 應該就是阿華頓 我之前 還有沒有來的 沒有來的 其實如果有公眾投票 單一拿硬 是的 即是我能夠讓你十場球 我都拿神射手 報復性投票 是的 這個神射手 我想說一下 有沒有公佈那個票數 這個足球先生 足球先生 他就69.33分 都是計算11人的得票率去排 總之11人裡面得票率最高的就是足球先生 他就是排在徐宏傑和加碑爾之前 所以他就拿了足球先生 但是神射手那個位置 我也想說一下 就是 他雖然在台上有公佈 就是聯賽神射手有三位 就是丹奴益 阿華頓和明加索夫 但是準備的獎只有一個 大家都有十七球 為什麼三個球員獲獎 你不是準備三個獎 你準備一個 那個獎又給了明加索夫 那阿華頓和阿丹沒有分 阿華頓就在後面 又沒有人給一個獎去拍照 現在是沒有一張照片出來 阿華頓拿神射手拿著那個獎 這個是 我覺得 對於球員都頗不尊敬 我整季這麼辛苦 拿到聯賽神射手 我們是平排的 不是你先過 要不你就兩人都拿著一起拍照 你沒有理由給明加索夫 要不你就真的下季開始 你偶然也討論過 你神射手如果是出現 同樣入球 排分的 12碼 少一點那些高分一點 有些聯賽是這樣計算的 很多計算的 比如Billy說 10月馬入球 誰比較少的 誰去做神射手 或者上陣時間較少 代表入球效率較高 那你就基於 計算比例 或者 除了入球之外 助攻數字 因為我也有數據在手 如果計算助攻的話 你一定是丹欣拿 丹欣讓了你幾場 對 是否在臨海的機場 都打到 你都追不到我 是嗎? 你兩條人進來進去都過不了我 另外剛才Billy說 一個獎 三個人一起在台上拿 那丹欣誰來呢? 我也看到有些行家都說 其實那個獎 是否應該刻在球員的臉上 我覺得比較合理 就不應該 好像 我不知道你事後 抓了會不會給獎 艾華頓 如果艾華頓是沒有獎 其實 我會生氣 這些補的應該會 只不過他可能是投批 一組做定 一組做定 那你的獎 現在神射手 也不是現在一定 是嗎? 幾個星期前 已經知道了 你看聯賽殺科戰 是多久之前 那你要弄 說真的那些膠 要花多少錢 兩天 別人中西區都自己弄個杯 來自己追 那天中西區 終於碰到港甲杯 真杯 真杯 那個杯 其實是以前港甲的杯 以前的頂級聯賽 那個杯 沒有取消過 港甲是很脆手的杯 所以其實你看到 那些甲組的球員 其實很多做了教練 他們做球員年代 都沒有拿過這個杯 做了教練 所以很開心 很期待的事 所以這個足球明星選舉 得獎名單 我們就跟大家講完 我想下一節回來 我們就可以總結一下 究竟 今年十對球 總結一下整個球櫃 或者有什麼看點 好 這一集我們講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